大家好 今次拍這段影片的原因是因為我班一做這份quiz就炒得好像猴子暗眼 我都慘不忍睹 所以就拍這段影片希望講一下應用題 通常我們怎樣去著手 這一類都是一些方程式的題目 我們通常都要找一個最容易找的未知數出來 然後回答問題 所以基本上都沒有一個很必然的法則去做 我們就要靠多些經驗才猜到哪個位置最容易著手 我們來看這份quiz 第一條 當然英文字一定要認識 這些叫四個連續數 連續什麼數呢 雙數 例如2468 4680等等 字眼是心字 代表我要把這幾個數加起來 如果問Largest number 這類題目我沒有必然的法則 我喜歡Lat最小的也可以 喜歡Lat最大的也可以 喜歡Lat第二的也可以 最重要Lat完的可以把其他的數字寫出來 就是你的目標 如果數據比較直接 不如Lat最大的就是x 通常我做應用題 我都會在旁邊有些些draft 儲稿 四個連續的偶數 如果最大的就是x 前一個應該跟它相差2 即是2 4 6 8 全部相差2 前一個叫x-2 前一個叫x-4 前一個叫x-6 你們就知道這四個數字了 就在這四個了 我說心是52 即全部加起來就是52 所以方程式的方程式是要利用g去寫一條方程式 這類題目我們真的要做 要取分怎麼辦呢? 第一步 一定要Lat 除非題目已經有個x 要不然一定要Lat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x在說什麼 因為x可以說smallest 可以說largest 你不說清楚就不行了 Let x be the largest number 這條你也要留意 有沒有unit 這條number是沒有unit 所以就OK 我們就把剛才的寫出來 x-6 加x-4 加x-2 加x 這四個數字加起來就是52 然後grouping like terms 反而不是太擔心 4x等於64 x等於16 OK 通常人們就停下來 再見 沒了分 不行的 要加一句 The largest number is 16 這叫做回答問題 這類的回答問題最重要 例如第二題更重要 因為它問的未必是你Lat 那句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回答 我們看第二題 首先英文字眼 parameter是周界 一個長方形的周界是怎樣找的呢 例如我畫一個長方形出來 我們就是兩個闊加兩個長 OK 那就是44 我畫一個length是2cm longer than width OK 即是如果 width是x 那就x加2了 OK 找到area of the rectangle 這個位置比較難 如果有同學說我直接Lat x是area 你會發現其實下不了手 我們就要想一下著手點在哪裏 即是哪一樣東西比較容易找到 那怎樣才知道呢 靠經驗的 但我們看到 噢!是perimeter 其實只要我知道長闊是哪一個 我就應該找到perimeter 找到另一個 不如就Lat width是xcm 這個著手點是比較容易 因為我知道x的length自然是x加2 那我就可以寫到一些關係出來 如果我直接Lat x是area 根本是area和perimeter很難寫到的關係 所以這題大家知道我今次Lat x做的width 這個length是x加2 OK 那如果我這樣Lat的時候 我就可以xxx加2x加2 4個加起來是44 那我就找到x的 OK 那Lat Lat x be the width 那不好意思了 我要提一提你 不厭其煩都說多次 這個位置麻煩你加上我的unit 因為x的那個一定要指明是cm 如果不是你計算下去 其實我明白不到你想說什麼 即是x米就不合理 所以就要寫清楚 然後剛才也說過 就是長加寬 兩倍就是perimeter 如果你覺得好像不好理解 x加x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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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即是一樣的意思 好了 那我就解決了 快一點了 就是2x加2等於22 2x等於20 x等於10 你看這些全部是沒有unit的 我們計算是不需要unit 而最後答句怎麼辦呢 今次有點難一點 因為我不是直接問你width 我不是直接問你width 我只是問你area 那我就要回答 area of the rectangle 或者有些很繩的東西 就要寫the required area 今次不是只答10 是我知道10 我知不知道 length 是10加2是12 即是10乘10加2就是120 是美元的 今次你要用你的理解 寫cm²出來 就不是cm 而是area 第三條 今次分析的題目 就是74cm的繩 我剩下三個部分 有三個最長的 中間和最短的部分 那我就說 最短的那個 三倍就是最長的那個 你怎麼看的呢 3x dead of 即是有三成的意思 那中尺就是2cm 就是2x的短的部分 那為什麼呢 即是給它的兩倍 再長多2cm 那今次我要找到各部分 那我選擇哪個最簡單呢 其實你選擇三個都可以做到 不過我選擇短的最簡單 誰知道 因為其實你看看題目 我選擇短的乘3 如果我選擇了3x 就已經寫到最短的 那我由短的做出發 短的乘3 這個也是短的 兩倍成shortest加2 所以我由shortest出發 最簡單 在這條裡面 所以我這次就 let xcm be the length of the shortest part 如果你覺得我說得很慢 你可以飛去 然後呢 xcm 我就要寫回 最長的那個是怎樣 longest 就是3xcm 不寫cm 只是draft 然後middle 就是2倍再加2 2cm longer than 2 times 2倍加2 那當然shortest 自己也在 那就是x 就是3x加2x加2x加2加x等於74 OK 那grouping line terms 就是x等於12 那答題的時候 就不可以只答shortest 你答回 the longest part等於12乘3等於36cm 麻煩留下unit 真的測驗 我是不會提你 我只會看著你死 為甚麼 因為公平 我不可以提你 然後12乘2加2等於26cm the shortest part等於12cm 那你回答這個就可以了 那最後有時間去查一下 36加26加12是否74 那當然是正確的 好 第四題了 那這題是一個很原創有創意的題目 為甚麼呢 因為真的發生 那些數字我調整到比較漂亮 那我就說我真的訂了一個場 就給了一堆人去打球 那如果我給15個人share 那當然是便宜一點 那越多人share一個course便便宜一點 那如果14個人去share 就會貴2元這句話 那英文那邊就麻煩你 然後就努力轉現一下 即是他的意思是 如果15個人便宜一點 便宜多少呢?便宜2元 便宜多於分給14個人 OK 那即是說 我現在的長錢就是這麼多 如果我分給15個人 以及分給14個人 這個便宜一點 那便宜和貴之間的關係如何呢? 就是加2元就等於分給14個人 那怎樣寫每個人share多少錢呢? 那我舉例 例如30元的 那分給15個人便是2元 為甚麼呢? 30除15 30除14 所以我的關係就是這樣 x除15 就是原本每個人的錢 就加2 就等於14個人share每個人的錢 那這個對於加還是減呢? 你當然要分辨這兩個哪個大一點 這個大一點的 小的加2就是大那個 如果有些同學寫大 那個減2等於這個也可以 或者喜歡這樣寫也可以 x over 14 減x over 15 等於2 都可以 那意思是一樣的 即是說這兩個相差2元 那我就LATX LATX是不行的 我又用紅筆畫一畫 是LAT$X 都是那個問題 不是美金 不是人民幣 是港幣 OK LAT$X be the cost of the 什麼 不用寫了 免你自己看這麼悶 然後呢 解決這條怎麼算 之前都學過了 那我要搞定那個份母 我們把兩邊一起 乘一個數給它 乘一個什麼數給它 乘一個LCM 兩個份母的LCM 15和14LCM 那沒有了 就是210 OK 那這個210 是15乘14 210和15 約了之後 就應該剩下14 14x 再加420 就等於14和210 約了15x 然後就算到x是420 這個不行的 x要寫在左邊 最後 最後 the required cost 是420 第五條 這次呢 怎樣呢 三個 總共的 integers 如果沒有說 甚至 or 例如1 2 3 2 3 4 2 2 4 5 2 3 4 5 2 2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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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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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3 2 3 3 3 2 3 3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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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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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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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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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把另一個銀孔寫成一些跟X有關 這條其實給了一些顯示 10元買一個蘋果一個橙 如果蘋果6元 橙是4元 蘋果7元 橙是3元 代表其實我可以知道橙的價錢是10-X 我又有蘋果的橙的價錢 3個蘋果的橙的價錢是3X 2個橙的橙的價錢是2X 這個價錢 所以我會這樣做 Let $X be the cost of an apple 如果你喜歡或是喜歡Lad Orange 我都不妨礙你 不然是Lad前面的一個 10-X就是橙的價錢 X就是 apple的價錢 這些Draft是可以寫的 3X 再加2X 10-X 3個Apple 兩個橙的桃 在合起來是32$ 試試算計計 3x 可以計計 特許 20-2X 等於32 X等於12 OK 這樣看起來雖然很合理 不如我便計一計 如果蘋果10元,那怎樣呢? And apple is 12元 但我現在問,可不可以? 好像很合理 但如果你計算一下,那orange多少錢呢? And orange is... 喂,加起來才10元 蘋果已經12元,orange一錢 負2元 喂,那不合理 所以我就說 I don't agree Because the cost of orange is negative 這個應用題,我們當然要配合一些 我們稱為common sense 我們沒理由接受一個負數的價錢 我真的不用付錢 我要10個orange,還要付錢給我 不合理 所以我就會寫,原來它是不可能的 32元是不可能的 有3個蘋果,2個橙 OK,應用題這些 大致上就是這樣 麻煩大家要分回這幾個題型的東西 另外,英文那些 好難幫到你的 我教到你的keywords 實際上英文理解一點 你真的麻煩你浸多一點 在英文方面 看書也好 看電影也好 多點跟我聊一聊也好 很多東西都可以幫助我們提升 不要因為英文題而炒了 有些什麼 不說那麼多 努力溫習 再見